在这个演员,演戏靠替身,靠口图,剧情发展缓慢,动辄就要拍几十集大戏的年代,以前的电视剧绝对是一股金流。 比如同年百看不腻的《上错花叫驾对狼》,就才二十集,短小惊骇,而房依饰演的李渔胡和小李渔饰演的杜冰燕,更是无数八十年代,九十年代人心目中的女神。 其实《上错花叫驾对狼》是一个双女主大剧,剧情主要讲了两个女主的错位婚姻,这意外收获,爱情的故事,小八觉得还是蛮坎坷的,可是戏里情路坎坷就罢了,聊女主戏外也一样艰难嘛。 比如饰演李渔胡的黄毅,在戏里面与聂远饰演的齐天磊,要共同面对齐天磊表哥科士招的散戏,处处小心翼翼,最终彩出恶人,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,而戏里的美满婚姻,却没能延续到戏外。 戏外的黄毅,与第一任丈夫蒋凯,相识于一场红酒慈善开卖会,并在四十一间后闪婚,只不过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十个月,那离婚后的一年,黄毅与富二代黄毅清相识并结婚,在2013年的时候生下女儿,本以为黄毅这次终于嫁对了人,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 2013年11月,黄毅清联发数条微博,控诉黄毅在家骂女儿,还说黄毅根本不管女儿,经常不在家,小伙伴们吃着瓜等着看好戏时,两人又闪电搬得可好。 黄毅清联为了孩子,还在微博上道歉,后来这事过去了半年,小伙伴们都想着散了吧,港媒只迎来一个爆炸性消息,拍到黄毅力会把一副伤,连续两天早晚从酒店同进同出的画面, 这时黄毅清也跳出来补刀,这可彻底惹恼了黄毅,随后黄毅工作室也发布声明,说黄毅清在黄毅怀孕时出轨,并数次对黄毅进行家暴,还晒出了医院的证明。 吃瓜群众也是惊呆了,有图有文,两人的大战还在继续,最终演变成官司,将女儿判给黄毅,即使到现在,两人还会时不时的在微博上上演护自大战,只是网友们也都麻木了,事业下滑,情路坎坷,还深陷阵容风波,黄毅已经元气大伤了, 而反观上错花脚架对狼的另一个女主,情路也不平坦,在戏里,她为了见人大将军,一路上吃了很多苦,来到在军营里又要照顾将士,还要面对皇帝招自己的丈夫为驸马的事实,只不过都抵挡不住两人之间的情爱,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,而戏外的小李林, 虽然在21岁就凭借上错花脚架对狼搭火,可她却选择在毕业后,就与李雪涛领证结婚,还为李雪涛生了一个女儿,不过这场诗生恋还是以离婚收场了,离婚后的小李林,去了北京发展,还因戏结识了现在的老公金超,金超比她小六岁,姐弟恋谁也不看好, 但是金超的关怀和耐心打动了她,两人于2014年结婚,不过随着婚纱照曝光的,还有小李林的生活照,网友是惊奇的发现杜冰燕的脸完全变一样了, 啊,喊话这位网红,你谁,更有人吐槽说是照着彭于燕的脸整的,摩撒店下巴崩唇即逝感,小巴觉得这无伤大雅,毕竟谁都有爱美的权利, 虽然小李林的演艺事业一直不温不火,但是她的副业却板得红红火火,和父亲开启了饭店,因为经营有道,饭店事业还越做越大, 小李林显然成为了隐形的富婆,生活不易,小巴觉得小李林与皇帝的经历有那么点相似,又有那么点不同,相同的是凭借上做花叫嫁对狼,两人都大火了一把,都经历过两次婚姻,不同的是一个元气大伤,一个幸福美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